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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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喜歡的人就是臉上露出那種很幸福很滿足的表情 就是我覺得做菜最大的成就感 當初選擇淡水商工餐飲科 主要是因為自己喜歡餐飲 然後又離家離很近 小時候先從煎荷包蛋開始學 因為看每次麥花煎都是煎得很漂亮 我媽媽很喜歡吃我的炒米粉 我媽媽每天都說 欸你明天可不可以炒米粉給我吃 我覺得當一個選手 就是學科還有術科應該都要表現得在水準之上 然後老師應該是看中我就是兩方面都兼顧得不錯 所以才會選我 後來就是經過新北市舉辦的精手培訓的計畫 就是實力會一天一天的累積 我是一個禮拜練一次 不想要就是用到一般上課的時間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運動會的時候我也在練習 就是我練到一半之後下午要去跑步 然後跑完步之後再回來再繼續做菜 比賽的時候呢他會發題目 然後通常就是一個指定菜和一個創意菜 限兩個小時然後要包含做菜打掃 就是術科做完了我就覺得自己做的其實好像還不錯 那老師就說我應該會有 然後別人就跟我講說 欸你得第二了 然後我就覺得 欸欸 然後我就很開心 然後得到這個獎我覺得 對我最大的喜歡應該是 建立自己的自信心和成就感 新北市有舉辦一個就是得精手獎的人 可以補助去國外練習去日本 有一個日本壽司職人體驗 就是教我們如何處理那些海鮮 然後怎麼做 這個體驗我學到蠻多的 學到怎麼一條魚怎麼處理把它變成生物片 看到日本職人的精神 每個步驟都很細膩很細心 他們也很講求衛生 每個步驟都要很乾淨 因為畢竟那是生食 所以要給客人吃到最好的最新鮮的 我住在新北市的淡水 那我覺得淡水算是一個古色古香的地方 除了淡水老街還有紅毛城啊 淡水我覺得好吃的東西是阿給 它比較特別 因為它外面是挖空的油豆腐 然後裡面包冬粉 還有就是淡水的副尾豆花 因為我覺得它很新鮮 就是味道也蠻好吃的 會有一個淡水國際環境藝術節的活動 就是彩接 很有趣 就是每個人都發揮自己的創意 我覺得人生就像一場馬拉松 需要具備堅強的體力還有毅力 那儘管過程中會有很多波折啊 但是我覺得贏家不是在於瞬間的爆發 而是在於空中的堅持 對我這年紀我覺得女人最幸福 可能就是做自己喜歡的事 我覺得你專注投入到你喜歡的事 專注在你做的事 認真的女人最美 女人最美 我們超人 但是我們超人 那麼多久 我好看 我比較看 我沒有阿未 你的老師 我們超人 我們超人 其實我們超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